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这个影片要来介绍 Blender Close的这个功能 也就是布料材质的这个功能 然后 我已经做了几个样 几个比较表啦 主要就是看 这个布料的产生 然后在不同的 物理性质上产生的一些变化 那其实布料这个 材质的 产生 就是它这一个属性 其实 它背后用的是一个物理性质的一个 原理 所谓的物理性质的原理就是 当两个物件碰撞之后 因为重力呀 然后一些长力让它产生一个 物质表面的一些变化 然后 然后 这种物质表现 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模拟 就是 Blender使用这样的 物理性质 然后去产生一个布料的效果 OK 所以 它基本上是要有两个物件 去产生碰撞 然后 产生一个布料的质感 对 所以 所谓的碰撞 一般 我这边 就用了几个物件 如果我们是 想要去 制作一个布料 也就是一个平面 平面的一张纸 或者是一个 板材 然后我们怎么让 变成有一个布料的一个材质 那 其实碰撞的过程当中 我这边预设了几个不同的一个物件 例如说 平面的一个纸杖或一个布料 然后它跟一个 长方形 一个圆形 跟一个 正方 正方形 去产生碰撞之后 它的一个 不同布料的一个纹路的显现 的一个效果 等一下会 实际带大家来 体验 然后 除此之外 其实 我刚刚讲就是 这个物理性质的 特性 是需要两个物件 但是事实上 它有一个方法 是不需要两个物件 这个方法它叫做 所谓 pressure 但是 事实上这个pressure它是 我觉得 这个软体上面它并没有讲得很清楚 pressure其实是 内部自己产生的一个压力 例如说 我觉得比较 贴切的 说明就是一个 物件 一个立方体 然后去打气 然后它就会膨胀感 对 这样的感觉 其实 也是blender 它这个布料材质可以去 呃 呃呈现的一个效果 OK 那我们 现在 呃 很快的就 带大家 呃一个基本的教学怎么去 做设定 OK 然后我们先以这两个物件来讲 因为我们要产生碰撞嘛 所以 上面这一个 我们就是在 呃 它有很多地方可以设定 目前是 我是用blender 4 那它会有一个 physical property 那它 有很多选项 包含close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close 所以布料材质的一个设定 那下面这个 碰撞 这个 这个 呃 长方形我是 把它设定成是 collision 就是碰撞 就是 呃被碰撞物 的一个 呃 物理特性 这样 OK 所以两个物件 一个设成close 一个设成碰撞 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 最主要是要用上面这一个 close 这一个 做一个 设定 OK 那其实它提供了很多不同的一个属性 你可以做一个调整 那基本上第1个 Quality Steps 基本上它想 如果你要强 想要模拟的更精准的话 你的数字就设约高 然后但是你花的时间会更多就是 然后Speed会影响到两个物件碰撞的一个速度的产生 预设是1 OK然后基本上我们目前都用预设就好 OK然后 呃 刚刚讲很多 呃 物理的性质嘛 那它这边可以 做怎么样的调整呢 另外一个是 Virtuous的 Mess 这边我 在我部落格里面我 比较清楚的说明 预设是0.3公斤 我觉得0.3公斤是比较适合一个轻油布料的一个设定 那如果你设成1的话你会觉得 那种重量感很重 例如说一个铁网的感觉 对就会比较材质比较硬的感觉 所以 它在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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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碰撞的速度会很慢 就很像你在放在一个液体里面 然后一个物件慢慢下沉 很慢的感觉跟 你在空气中 把一个物件做一个自由落体的一个下降的速度 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在 这个设定最主要是会影响到你两个物件碰撞之后 那个产生的效果 变成说 你在所有的模拟当中去选择哪一个 时间点 产生出来的一个布料材质的效果 是你要的 对所以你就要经过自己的 很 频繁的去做一个 这样的设定 OK 然后之后 Branding Model 这边 不会讲太多 但是我稍微提到就是 其实它有两个线性 一个是 Angela 一个是Linia 然后 应该是跟它演算法相关 然后 当你选 分别选不同的 Branding Model的时候 它带路的属性 也会有点差异 OK 这边我们就不修改 OK 然后之后 还有Internal Springs 跟Polition 这个之后我再说明 那我们先 做一个这样的 我们就开始模拟了 OK 我们设定好了 下面就是 Collision 上面是Close 然后我们现在 所有的设定都是预设 然后 要 开始之前呢 要先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在碰撞的时候 它计算方式 是跟点有关的 所以如果你是预设去抓一个平面出来 它只有 四个角落有点 那 布料的模拟效果就 不会显现出来 所以你要去 切割 出来像我现在 这样的一个范例 才可以显示那个效果 OK 好 那 当你设定好之后你就按 Enter键 你就可以看到 下面 我设成Collision就碰撞这个物件 它是不会移动 但是你Close这个物件是会移动 它是会往下撑 那往下一个动一个不动 就会产生一个碰撞 然后就 就可以看出说 他们布料 产生了效果 的一个差异 对 就是还蛮逆真的啦 对 你可以看到长方形 圆形 跟 地方体 在碰撞之后 产生了布料的一个差异 OK 然后因为我的 整个布料都是切成10等分 然后如果你要真正去看出一个 比较Smooth的一个平面 你可以 另外加一个修改器 叫 Support Division OK 我已经设定好 我现在 把它打开 我刚刚把它关起来 OK 这样 就更让大家可以更感受到 所谓的材质 一个布料材质的感觉 对 你会感觉 就是 一块布放在一个积木的上面 OK 然后其实 这样的 更Smooth的设定 其实会影响到 Performance 所以我预设也是把它关起来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说明一下不同参数 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的差异 OK 那我们刚刚讲到 Vectric Max 这个 预设是0.3 我们现在把它改成1 看看 刚刚有提到1的话 就会觉得 整个布料的感觉 会 是更重的 很像铁网 我把它形容着 很像铁网的感觉 OK 所以 我右边是 这三个已经设成1了 然后左边还是 预设的0.3 你可以看出 在碰撞的感觉的时候 那个 布料下沉 就更重 一个差异性 呃呃呈现的地方 好 停下来给大家看 就是 呃 我觉得方块是比较明显的 就会 你觉得边边的地方 它就会下沉的更重 然后这个 呃 长方形的边边也是 就可以看到 它下沉的更重 对 OK 那个就是 Vectric Max的一个 设定的一个差异 OK 那我们就把它改成 呃 原来0.3的设定 然后我们要去 呃 比较一下下一个 变数 就是呃 我所谓的空气粘度的一个部分 预设都是1就把它改成5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差异 OK 好 然后你可以看左右边 它下沉的速度 你看左边 原本预设指它已经产生 碰撞了 右边 还是稍微 一开始已经 在touch的感觉 对 所以 变成这样的设定会影响你 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对 OK 好 这个是空气粘度的一个设定 好 我们再把它回到原来 的设定位置 OK 好 那 关于 布料 就是所谓平面 产生一个布料的效果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然后我们现在要介绍 Intelro Springs 还有 Pressure OK 这两个参数的设定 我会用 下面的这个 积木的方块来做一个介绍 OK 好 OK 那我们拉下来 InternalSprings 我这边把它放成 内部的弹性 我觉得 自己 我自己在做实验的时候 我会发现 其实它预设有一个 MasterSprings CollationLens 预设是 0 这边是预设是 把它改成0 0 0的时候 其实 它就是 没有所谓的 内部的弹性 那我播放给大家看 所谓的 没有内部的弹性的话 就你看现在这个效果 当两个物件碰撞的时候 它并没有产生 所谓的变性 它就是一个很硬的材质 这样 对 OK那 我把它 换成0.5看看 可以看出一个 非常大的差异 OK 我把这个 InternalSprings 换成0.5 我觉得这个是 蛮好玩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不是 不只是一个 所谓的布料的效果 我觉得 这里 已经算是一个特效 就是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方块被压扁的感觉 对 这就是 InternalSprings的一个 产生出来的一个效果 变成一个积木 然后一个压扁 OK 同样的 我已经做好 Smooth的设定 我们来看一下 它呈现出来的效果 你们看到就是 类似 要说也是可以说布料啦 对 就是 一个布料 然后原本是 有里面 你可以想象 可能里面有一个箱子 然后已经被 压得扁扁扁扁 对 然后 我现在在用 1 设定成1给大家看 我觉得1 很像是 纸盒 就是纸盒压扁的感觉 如果 目前我是设0.5 0.5你会觉得 完全被压扁 我们现在设成1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感觉 OK 我现在把那个 Smooth的这个修改器 把它改掉 不然它会很满 OK 这是 1的感觉 所以说 我把它形容是 成是一个 纸箱 压扁的感觉 大家觉得 如何 有没有很像纸箱被压扁的感觉 刚刚那个 0.5几乎是 你已经把 整个压扁扁了 对 然后 如果你把 现在 这个设定 就是 Internal Springs 然后 第1个阐数设成1 这时候呈现效果 我自己把它认为是一个纸盒压扁的感觉 但是还没有压到整个扁掉 对 OK 那如果你设成5啊 会跟0是一样 就是 完完全全的 被 没有压扁 就是保持原来的 形状 这边我就不做实验 OK好 那 我们 这个就是 Internal Springs 它产生的一个效果 OK 那我们先来介绍下一个 下一个 这边的参数名称叫 Pressure 就是压力 但是我觉得 呃 纯粹的压力你 比较想 比较难去 想象它的一个效果 我比较 呃 想要去表达了 应该是一个内部产生的一个 压力 例如说 充气的一个效果 然后它的预设值应该是 预设值是0 就是没有重启 我先把它改成0 左边这个都是对照组 把它打开 好那我们看一下效果 等一下我再把那个 Smooth的修改器 先Disable掉 这样速度比较快 好 等一下 应该我 稍要盖到什么了 我把 速度减慢 因为其实啊 我刚刚有提到说 呃 这个布料产生 都是一个 所谓的两个物件碰撞 产生的效果 但是其实它有一个 设定就现在我要做这个其实它不需要两个物件的碰撞它就可以 达到 呃 这边我是形容一个冲击的 OK 然后我先 带大家 做一个 实验 OK我说pressure 如果是设成1 比较像是 空气冲宝宝 首先 设成1让大家 去做一个比较 这就是一个 冲气冲宝宝的一个效果 我现在pressure是设1 左边这边是 设成0就是预设值 所以它形状是没有任何改变 然后 右边这边我把它设成1 pressure设成1 就是说它里面是 我形容 它是一个空气冲宝宝的感觉 然后把Smooth的 修改器 再打开 你没有感觉 就是 非常的不一样 那原型的话 因为 你这怎么重启它还是原型 所以 那个差异性就感觉不出来 OK 这个就是 想要去介绍它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 那 因为我刚刚把 这个Speed 这个速度换成0.1 所以 其实 以目前的设定来讲 两个部件是不会产生碰撞 但是 它还是可以产生 一个 所谓的 重启重跑跑的一个效果 OK 然后还有 如果你设成不同的指 例如0.5会有挤压的感觉 但是我比较 我觉得比较特别是设成1 时候的效果 OK 这个是0.5 这是一个挤压感 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点点变形 但是 就像你有充气 但是还没有充到非常的 饱满的 的感觉 对 就是还有一点凹陷 还没有 到一个充很薄的感觉 现在不会确实设成0.5 对 所以1的时候 就是整个空气充飽宝 OK 那 差不多 就介绍到这边 然后 其他的一些设定 我这边就没有再去介绍 它有更多的一个设定 然后包含说 它有提供一个cache的功能 就是你可能之后在运算的时候 它可以 你可以先把它的 目前 就是个别的去 储存它目前的一个 事先 去 储存它一个计算出来 之后的结果 可以改善你之后要偷偷要去做 整体的渲染之类的 需要花的时间 它有提供这样的功能 OK 好 那我们影片 差不多介绍到这边 OK 谢谢大家的观看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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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